火箭升空的关键燃料,中国全得依靠进口 中国航天是否面临西方卡脖子的问题 中国液氢产业现状又有何不足 为何说中国改变卡脖子的机会来了 近年来,中国航天发射势都很猛 几乎每隔两天就能听到中国又成功发射火箭的消息 根据统计,自2018年后 中国火箭发射年次数就已经超过美额,成为世界第一 同时,中国火箭发射的成功率也很稳定 这也离不开中国火箭技术的提升 随着长征五号火箭开始启用 中国的登月、火星探测以及空间站等任务相继顺利展开 这也说明火箭技术的提升是中国航天发展的基本前提 不过,显为人知的是 虽然中国在造火箭的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 但是像长征五号火箭的液氢燃料却基本完全要依赖从国外进口 换句话说,中国的火箭燃料随时面临着国外卡脖子的境地 这么说可不是危言耸听 目前,中国两款主力运载火箭长征七号与长征五号其唯一的燃料来源 是海南蓝星航天化工油清公司 而这家公司是2008年的时候法国液化空气集团与中国氢能企业达成合作的成果 目前,蓝星航天化工厂内的液氢燃料制造设备全部是从法液空进口的 唯物也得一口法国人 同时,德国灵德气体集团也趁势打入中国市场 参与了一些液氢燃料制造厂的投资 法液空与灵德基本上瓜分了中国液氢燃料市场 可以说,法国与德国这两家企业完全掌控了中国液氢燃料制造的命脉 到目前为止,法德与中国的合作都比较顺利 并且,中国与欧洲航天的合作也在加强 看似没有后顾之忧,但实际上却存在着隐患 2020年,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列出了一份涉及十大类行业的商业管制清单 每一大类又细分为多个小类 只在对中国实行严格的禁运措施 而光是涉及火箭制造就有三大类 包括两类材料加工、三类电子和九类航空航天与推进 其中,大规模液氢生产与处运相关系统装备和组件 测试检测与生产装备、材料工艺技术等 全部位列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范围内 美国很早之前就断开了NASA与中国航天部门的合作 并且禁止美国的航天设备生产商 以任何形式与中国展开技术交流与合作 因此发出这样的禁令完全在考虑范围内 不过呢,美国对他国的禁令往往不仅自己带头实行 还会善用长臂管辖拉着盟友一同执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禁止荷兰向中国出口先进的光刻机 那么谁又能保证哪一天美国人不会管到法国人与德国人头上 到时候出口给中国的液氢燃料制造设备一断 同时,中国已经购买的设备也没有了维护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没有液氢燃料,中国火箭还飞不飞了 空间站还造不造完 实际上,在这条禁令出现之前 美国早就已经敲打过自己的盟友了 在美国的背后运作下 法德企业出口给中国液氢燃料制造设备并非最先进的 像法液空在法国本土的工厂用的是10吨每吨 及以上领域的大型氢液化技术与成套装置 但这种设备并不对中国开放 法国液空和德国灵德 只向中国出口每天两吨以下的液氢化装置 随着中国航天产业的发展 两吨级的液氢化装置很显然难以跟上进度 而且,未来在美国的干预下 两吨级的液氢化装置都有被断的可能 到那时,中国航天将面临真正的困境 其中有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当年也是拥有着与美国平分秋色的实力 甚至在火箭发动机领域比美国还强 美国都向俄罗斯购买RD-180火箭发动机 不过,美国对俄罗斯航天产业那可是下死手的 并且拉着蒙罗一起下死手 2014年,欧盟立法禁止向俄罗斯进口 可能运用于军事用途的货物 其中就包括了航天领舰 而在2018年8月,美国决定停止向俄罗斯国有企业 发放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一些产品的许可证 而这些产品包括了航空电子设备 电子元件、微电路、卫星通信系统 这也意味着美国中断了向俄罗斯提供航天材料 由于西方国家的禁令 俄罗斯航天计划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比如俄罗斯自行研发的导航卫星 俄罗纳斯中有至少40%的西方成分 如今发展完全停滞了 同时俄罗斯的火箭液氢燃料 也被西方很好的卡住脖子 这导致俄罗斯青洋火箭发动机发展十分缓慢 至今也只是在吃苏联老本 更让人担忧的是 美国基本上对国际轻液化市场形成了完全垄断之势 据统计美国本土就有15座大型液氢工厂 液氢燃料产量达到每天326吨以上远超中国 而美国邻国加拿大日均液氢燃料产量也达到了80吨 并且也是给美国供应 北美的液氢产能占到全球总量的85% 而美加之外 全球液氢产能主要分布在欧洲与日本 其中日本占到了亚洲的三分之二 再来看看中国 中国的液氢产能基地除了前面提到台南新航 剩下的就只剩下北京101所和西昌基地 并且这三家企业的设备都是从法德进口 而中国的日均液氢产能仅为4吨 连美国的领头都不到 目前中国的三家液氢生产基地 全部供应中国航天火箭发射 才勉强支撑起当前中国航天的发展 而民间的液氢产业完全空白 看到这里就应该知道中国液氢产业面临的形势有多么严峻了 经验不足 依赖进口 产量低 面临卡脖子的现状 就是当前中国液氢产业所面对的状况 这似乎与中国航天一片大好形式的状况是背道而驰的 好在对于中国人来说 只要存在突破口 问题就总能得到解决 而这个突破口刚好到来 2021年9月20号 北京101所宣布 由中国自主研制的手套产量达到吨级的氢液化系统调试成功 并实现了连续稳定生产 这意味着中国的运载火箭今后将用上国产的液氢燃料 据获悉 国产设备中在调试过程中 实现了最高每天2.3吨的液氢燃料生产 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海南新航所用的法国设备 一旦投入使用将取代国外设备成为中国国内生产液氢燃料的主力 当然日均产量2.3吨的液氢设备离欧美国家依旧差距很大 但至少解决了中国在相关领域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要是没有国产设备 一旦国外切断了供应源 中国的液氢生产也就完全停滞了 火箭都飞不起来 现在邮轮国产设备如果国外切断了供应源 中国可以立马将国产设备投入使用 从而度过困难期 当然制造出国产设备也只是代表刚刚开始 如何将技术进一步提升以追赶国际标准 以及如何将液氢产业合理的市场化运作 以带动民用液氢产业的发展 都是需要考虑的事情 可谓任重而道远 当然中国在过去面临着技术上的卡脖子的境地 最终取得的技术突破实现逆袭的案例屡见不鲜 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的信心所在 除了液氢燃料 还有芯片 航空发动机 高精度机床等技术 也在等待着中国人去一一挑战